每这么多新闻 你都听懂了吗 听新闻不只听热闹 还得听门道 让董志森带你搞懂所有新闻 飞碟午餐 董志森时间 欢迎收听飞碟午餐 董志森时间 我是董志森小董 每个礼拜一到礼拜五 中午12点到1点 以后我在这边为大家说新闻 今天当然台湾的新闻焦点 还是关注在马锡会 三个礼拜六 马上就跟习近平的会面 那 其实你可以看到全世界的先进国家 就民主国家 美国啦 欧洲啦 这些国家 他们 的看法 其实那个才是最重要 那台湾这些人呢 因为很酸啊 然后又碰到选举 要应和他们的支持者 所以讲话就 马上就做什么都是错啊 我曾经在电视节目上讲 我说马上就今天中午吃饭啊 你们要不要吃其他的东西啊 你们不要吃饭 你们所有东西都跟马上就相反 只要马上就做什么都是错的 马上就做什么你们都不做 各位台湾已经到了一个非常反制的社会 全世界最重要的看法就是美国国务院的声明嘛 美国国务院的声明嘛 各位请看今天中国时报的头版 还用讲吗 欧望各国的讲法 这还用讲吗 我们是活在怎么样的时代 活在 被民进党跟自由时报和苹果务报 垄断的声浪 的资讯 的社会里面吗 那两个报纸专门在洗脑的人看吗 苹果务报的老板找 自由时报的 苹果务报老板找 民进党的主席 到他在阳明山的别墅 然后苹果务报的黎智英 再把旗下所有媒体的社长总编辑 通通找来听民进党主席信话 这个报纸有何立场 各位请各位上网 我小总我也不乱讲 各位上网我讲那件事情 阳明山的别墅在青山路 你在Google雅鹿 或中时联合电子报里面 搜寻都找得到 你不相信你替早 这种报纸有何格调 找民进党主席来对所有的 所有 集团里面媒体的 社长总编辑信话 真的是看不下去 那自由根本不用讲 自由根本不是一份报纸 自由时报老板 他所讲 所骂人的自己都在做 对不对 这就是时报老板 卖大陆的黑心牙膏最出名 连周一口都骂他这黑心伤人 在我节目上骂 我讲 你如果上网找这些人的事情 你在看他们办的媒体 然后上面讲的话 你在笑死 民进党这些人更不用讲 欢来呼气 他们不能肯定马航酒 临走水一肯定马航酒就被骂翻了 赶快出来骂马航酒 蔡英文一出来说我也要蔡席会 被骂翻了 赶快出来 马航酒你违背台湾人民民意什么什么 各位 你自己的主张到底是什么 各位看小董有没有变 我没有变 你多少人赞成我反对我 我是不怕的 他们发动多少网友来对我怎么样 我是不怕的 我怎么会怕 我又不嫌疾 我没事还常去 去台大四大这边 号称 号称 那些网友什么 PTT人最多的地方 我都去那边闲逛 上个礼拜还碰到我的好朋友杨渡 杨渡说你在这边干嘛 我说我在台大逛一逛 其实我逛完就去买书 出来碰到杨渡 杨渡说我送你两本书 他是以前我在忠实的老同事 那他过去都是 在民进党还没成立 他就是党外 帮党外杂志写稿 帮党外弄什么 包括我们现在 原住民 这三个字都是他创的 各位 时代已经在变了 不一样了 现在很多人还假装悲情 哇怎么样 国民党怎么样 这什么时代 现在国民党做什么都被骂 都被 对不对 做对的事情也要被骂 现在台湾有什么理性社会 我们那个年代是对抗国民党 那时候国民党一党独大 我们对抗国民党 我们帮党外杂志写文章 那个杂志还没出来 就被警总机抄了 各位看看杨渡的书 暗夜的提灯人 他写那个过程 里面很多年代我参议 而且经历 当然他年纪比我大一点 他经历的更多 现在这些人做说成果 每天讲好听的话 当年有这么多前辈 我不是啦 我讲杨渡也不算是 我们只是一个记者 或者一个观察者 或有时候 觉得那些弱势的民众 很值得同情 我们会跟他出一点意见 会帮他们一点 就这么回事 真正从事活动的那些人 现在收割成果是谁 就是蔡英文 陈水扁这些人 你知道吗 就他们在收割啊 蔡英文过去 过去 当我们在帮党外杂志写稿 在讲那些东西的时候 他是在 那时候的国民党卵役下 然后 接受李登辉 接受谁的好处 李登辉有一天看到蔡英文说 哎呀 这七万块你拿去买一套西装吧 拿国家的钱给他买西装 那就国外秘账里面的一笔钱 蔡英文那时候在大学当副教授 然后后来他有一天 学信 给国安局的局长叫丁宜舟啊 各位可以上网 在网路找得到 宜是三点水 就四川不是有个 那个简称宜吗 成都 宜三点水 在一个宜大围的宜啊 桌是三点水的桌 丁宜舟 你写蔡英文丁宜舟 然后 蔡英文副教授跟丁宜舟局长说 李总统请我帮忙 他研究一个东西 我需要多少钱 两百六十几万啊 公文还在啊 黄志弦那边就有啊 各位 然后 钱就拿走了 他是一个 看外界有什么 就顺风 就去搭什么 他有什么能力啊 各位朋友 不要看每些人 某些人每天讲好听的话 结果你看 整个马锡会 从宣布 到结束 蔡英文讲的话 一回翻来这个 一回翻去那个 为什么 因为他 他自己根本 是一个没有什么主见的人 他在看说 哎呀 自由苹果塑造的气氛是怎么样 哎呀 赶快 我们赶快讲怎么样的话 老实讲 这些人 你干嘛从政呢 你从政 从政到自己的人格都没有 小总做评论 我跟其他名嘴最大不一样 他们那些人会翻来不去 我不会啊 对不对 你看胡中信周一口那些人 你再翻他们过去 怎么批蔡英文 我手上一堆文章 我都懒得拿出来 他们过去把蔡英文讲的都不堪啊 然后现在 哇 蔡英文都好 都好 民进党都好啊 这讲的真是 不堪文论啊 各位朋友 现在我们 这个时代跟过去最大不一样 是现在我们有网路 我们很多东西要把它存下来 很容易 因为不占什么空间嘛 过去我们在做资料 比如说像黄光琴 他做什么资料 哇 他要剪贴 要怎么样 他资料做得很细 一个房间再藏一些资料 都是纸本的嘛 都是纸张 从周刊 从哪里 哇 把它分类 现在不用 现在有网路 这个文章不错 就把它拷贝 按一个键 就把它拷贝 拷贝以后 你就把它藏起来 你只要分门别类 自己找得到就好 然后到时候出来 挤也挤要 发生什么事情 你要看周一国后 胡中信 国际 在2100前面开奖 然后其他节目 怎么骂 怎么骂蔡英文 四年前蔡英文就在嫌疾了 各位朋友 我实在很懒得去翻这个旧账 因为这个东西 你们要找也很容易 可是我讲 台湾要不要走出去 要不要看 你要看了 是谁 看世界在怎么看 世界上怎么在看马席会 世界上怎么看马席会 第一个要看 当然就是美国国务院 欧洲 我讲是国家 不是媒体 为什么呢 因为 国际上很多媒体 也很讨厌中共 因为他们国际认为 美国最大 我们欧洲最文明 看到 别人强 强了 看到大陆 中国大陆已经变很大了 心里 咽不下这口气啊 英国今天最大新闻是什么 英国的王子 我也不太好意思讲 就跟一个女的 怎么样怎么样 各位等一下上网好了 又讲起来就有为我的格调 但是他其实很不堪了 一夜情啦 你就选英国王子 一夜情 新闻就出来了 我不要讲 因为 这是英国今天最大的新闻 但是很不堪 你看 各国 德国媒体 哎呀 马航球 不要被骗 德国这种媒体 值得看吗 上上礼拜 去中国大陆 访问的是谁 全世界声望最高的女性 叫梅克尔 就是德国总理 梅克尔去大陆几次了 七八次了 德国有很少的媒体 哎呀马航球 不要被骗啊 不要那么 好像会被骗 谁被骗啊 这些媒体 国际上有很少数的媒体 比如说 英国的金融时报 他们其实都是很 很看不下 中国大陆的强盛 所以每天就酸来酸去 哇自己怎么样 啊自己的国家发生什么事情 能看吗 然后我们台湾媒体就引用 哎呀美国媒体讲什么 英国媒体讲什么 那个媒体不计代表性 小时候 我住乡下 后来到国中时候 我到国小的国小五年级 我们家就搬到城里 到城里后 城里的吃住比较好 乡下的亲戚来找我们 我们就煮好吃的给他吃 玩季接他玩 亲戚带小孩来嘛 带他去看电影 哇他们羡慕的 羡慕的钥匙 乡下的小孩好喜欢到城里院 对不对 城里有电影看 有电动玩 有东西比较好吃 啊你回乡下呢 要去田里面 显辛苦 穿的衣服比较破 对不对 这我们 台湾的人 百分之七八十以上 出生大概都是农村 跟我一样 可是 三十年后 因为我们整个国家的复数 为什么复数 因为国民党 两奖 领导了整个社会 我们的投资 国际的贸易 什么 让台湾变成有钱人 所以台湾很多地方就开发 乡下很多土地 因为土地开发就变了 所以 那乡下的亲戚就变得很有钱 小时候被我们接济 被我们招待了 对我们每天羡慕的那些亲戚 现在就变很有钱 因为土地啊 他卖一块土地 几千万 然后呢 他想说 哎呀过去 我城里那个表哥对我不错 我现在也没什么事情干 我开个进口车到城里来看我 来看我 哎我在骑摩托车 小时候他都羡慕我们骑摩托车啊 对不对 他到城里 哎呀找 找你的亲戚 我们亲戚就用摩托车载他去玩 好高兴哦 现在呢他开车来 我们看了心里不是味道 他也没做什么奋斗 可是他现在变有钱人 比我们还有钱几十倍 我们心里不是滋味 心里还是看不起他 就是小时候那个流鼻梯 每天来接受我们招待 没事来接受招待 我们带他去打电动 去看完 看电影 哇他高兴的要 现在那个流鼻梯的 小蓝海长大了 变有钱人 我们心里虽然很羡慕 可是 很看不起他 现在全世界对中国大陆 或台湾多数 不满中国大陆的 他们的心里就是这种心里 看到人家有钱了 然后心里不是智慧 然后就要A他 讲他不好 讲他怎么样 就是这种作祟 可是你没有办法改变 没有办法改变是什么 就你没办法改变 每一刻 上上礼拜五 去中国大陆访问第八次 上个礼拜一 华国总统欧兰德 去中国大陆访问 这些你都没办法改变 上个月 习近平跟欧巴马会变 欧巴马 如果马航友跟习近平会变是卖台 那欧巴马也卖了没吗 梅克尔跟 习近平泡面 难道他也卖了得吗 各位 全世界谁不再看这场 这场特别意义的不一样 就是因为台海是世界上 认为不安定的一个地方 可是马航友执政这七年都来 他变成一个安定的地方 所以美国非常称喜 全世界也就是说这变成一个和平的地方 然后看到了马航友跟习近平的握手 那全世界更为动容 这就是国际的现实 不是你在台湾讲 哎呀马航友怎么样怎么样 是啊 因为你们做不到 陈水扁讲了几十次 要跟江泽民 要跟习近平碰面 要跟胡锦涛碰面 陈水扁讲了几十次啊 蔡英文把他安排 安排不到 自己做不到 现在别人做到就酸言酸语 自己没赚什么钱 还在骑摩托车 看到乡下的亲戚 开进口车来看他 然后就酸言酸语 哎呀 这个人小时候流鼻涕 塑形不良 对不对 就开始去讲那些事情啊 那心理的因素是什么 心理因素是 酸啊 心理的因素就是 哎呀 嫉妒啊 他本来就是这种因素嘛 各位朋友 台湾 过去 因为我们 环绕在 自由苹果山里 民事这些人 他那种 立场偏颇媒体的 围绕下的资讯 你就觉得说 哎呀 盲酒这个好不好 或怎么样 全世界 民主国家都讲好啊 只有台湾说不好 你不是很好笑吗 你不是要走台湾 台湾要走向世界吗 蔡英文最喜欢讲 台湾要走向世界啊 世界都这样讲啊 蔡英文去美国 跟美国人保证 我一定要维持两岸 的现状 我用以维持两岸现状的 就是 依照中华民国宪法 是啊 依照中华民国宪法 宪法怎么写 蔡英文 宪法征修条文 第一条怎么写 我有时候看这些人 我真的 无言以对 但是 为什么 因为他们可以睁眼睛 说瞎话 然后这些报纸 当然也不叫报纸 就是 你看了这 那种 如果也叫报纸的话 那侮辱我们 这种干记者的人 中华民国宪法 征修条文 第一句话 为因应国家统一前的 宪法 运作 制定中华民国宪法 征修条文 就这两句话 因应国家统一前的宪法 运作 制定中华民国宪法 征修条文 要因应国家统一前的宪法 运作 所以 我们的宪法 本来就是统一的宪法 宪法 谁定的 李登辉 领导的国民党 跟民进党 合定的 这民进党没反对 民进党也一起 参议 民进党不是说 你怎么可以提这样 我退出 没有 各位 这宪法是李登辉 领导的国民党 跟 民进党一起定的 李登辉 任累了 六次修宪 第一次修宪 就修这样 现在民进党在讲什么 民进党是一个 台湾最可耻 最逗漏 地表最肮脏的党 这个是他同意的 然后你看到 他们今天就骂马航球 哎呀 主张统一 怎么样 那民进党当初 为什么要把宪法定成 为引领国家统一前的宪法 运作 制定中华民国宪法 征修条文 为什么要定出这样的 的宪法 条文 各位 我们是讲道理的嘛 全世界大家也都讲道理 除了台湾这些媒体 故意颠倒黑白 不讲道理 然后那些 立营 民进党 跟他旁边那些 说周遭的小啰啰党 老鼠党 在那讲东讲西 你就很看不起 我们 看到蔡英文跟美国人说 我要预计中华民国宪法 来维持两岸关系 那宪法就是这样啊 大家讲道理嘛 对不对 今天不是小董讲的算 或他讲的算 而是大家有个一型嘛 这个一型是什么 是你跟美国人保证 美国人也保证怎样 然后你说 马上就你被一中框架 一中不是马上就框架了 一中是蔡英文去美国朝圣 跟美国人挂保证 偷偷答应美国的一些条件 还跑去贸易署 不晓得谈什么 被我一个朋友 当记者偷偷拍到 他们惊慌失措 气了半死 怎么这个行程会泄密 我这个朋友就是TVBS的倪家辉 他拍到 他们惊慌失措 然后你蔡英文去美国 美国一记什么 美国一记上海公报 请大家上网查 上海公报的内容 美国跟中共签了三个公报 上海公报 就是现在美国口口声声的 美国只承认一个中国 就这么回事啊 美国跟中共签了 我们两边都承认一个中国 蔡英文呢 他用你去跟美国人挂保证 美国人会跟你讲说 蔡小姐 我们不承认一个中国 我们认为有两个中国 会吗 可能吗 你去 你去找美国 你就已经漏入美国的一宗框架了嘛 不是吗 你蔡英文去找美国 你没有漏入美国的一宗框架吗 你到美国就是要跟他解释两岸 如果我当选 我就会维持他的和平 美国人说很好 那我们美国人是主张一宗的 那你就漏入他的框架 不是吗 所以不用 大家在那些语言吵来吵去 我讲那些都是 都是骗 骗选票的啦 但是因为台湾的民众 对于这一类 他本来就 就是本来他的 敏感度不高 而且他们 很多人对于这些东西 他也不是非常了解 他们在意的 只是有没有小确幸 有没有什么 然后就觉得说 反正马航九做什么 我们都不满 我们薪水没有涨价 是马航九的问题 我们今天去排 中午要吃巴会 我们排队排不到 就马航九的问题 他们所有东西 全部是归罪马航九 台湾 很多民意最大的公司 就是 所有的不幸 都是马航九造成的嘛 所以马航九做什么 都是错了 就这样 问题这样 你问题就解决 就好过了吗 我从很久以前就讲 四年前马航九当险 我说他不会再险 国民党很多人 你应该注意 国民党很多人 是以修理马航九为乐 连圣文是其中的代表 连站旁边的人 天天羞辱马航九 像骂一条狗一样 我在节目上讲很多年了 各位你 长期听我节目 吴博雄会时不时修理马航九 我那时候就在节目上 再三的讲 很久了嘛 各位听过了 我说马航九已经不嫌了 他不会再嫌什么呢 你把马航九骂倒 把国民党骂垮 好 大家最喜欢看国民党的人 骂国民党 尤其你这些大佬嘛 各位你在电视 很多节目 他们 颠倒黑白 为什么要好看 因为颠倒黑白人 就是国民党自己的名义代表 他的台北市议员 他的立委嘛 这些人在那边颠倒黑白 骂马航九 哇 大家听得好爽 你看 你们自己党内都这样骂 对不对 哇 好喜欢看哦 就你们蓝营的名嘴 哎呀 太爽了 然后看了 哇 那些人自己身份很高 马航九就越来越 越被踩到地下 然后七年九二一选起 连战的儿子也要选 吴博雄的儿子也要选 你们怎么可能当选 你说 吴博雄的儿子是现任要寻求 寻求呢 寻求连任 哎 哎 吴博雄 他把马航九踩到脚下以后 国民党会垮了 马航九会垮了 你自己怎么选得上呢 各位 那是议题的 你现在还看到 年代 一电视 三亿 还民事 看到这些电视 每天那些名嘴 那些名嘴 那讲话能听吗 他们敢和我们同台吗 不敢 因为我们会修理回去嘛 他知道我们是比较凶悍的 你名嘴 你跟我同一台 你乱讲话 我当场就羞辱你 为什么 你要干这一行 你要当名嘴 当记者 你怎么可以讲这种话呢 你讲这违背事实 你可以去骗那些不懂的 胜利的那些小蟑螂 小老鼠 你去骗他们没问题啊 在我前面 你怎么敢讲这个话呢 你什么东西 所以他们不敢跟我们同台的 碰到我们的急功哈腰的 我碰到一个 免嘴啊 碰到我 我根本不太理他 碰到 董哥我们其实也是在表演 跟我讲这样 我嗤之以鼻啊 我真的跟各位朋友讲 我所讲的 我们所讲的 明明白白就告诉你 这是世界潮流 在哪里 我讲东西有所本 我不讲假的嘛 因为我是空中啊 我没办法拿一个 纸本的公文给你看 对不对 我不是电视嘛 电视我可以把这个公文拿出来 秀给你看 你看就在这里 我也不是报纸 我就把它做成一个图给你看 没办法 我是空中的 我就是只能 你听到我的声音嘛 所以我的声音就告诉你 你如果要看 他的东西在哪里 Google 雅虎 中时电子报 联合电子报 找得到 你就去找 因为我会告诉你 你怎么去搜寻 东西就出来了 我讲的东西 百分之百为真 我从来不讲假 这是我跟其他名嘴 最大的不同 等一下回来 我们讲其他相关话题 马锡卉 他其实是一个 全世界都在关注的 两岸和平的意欧 这两人所欲 他其实 很多话都不言可意 你说有没有政治 全世界哪个领导人 见面没有政治 当然就是政治 要不要讲什么话 政治 政治很多东西是不用讲的 但是民进党 发现了马锡卉 马上就生活这么高 现在就发动所有的 你跟他观察 他现在发动所有的媒体 当然台湾的媒体 百分之九十几都挺立 这个不用讲 因为他们习惯当走狗了 有时候他们也叫领导 政治人物 因为报老板本身就是台独 就一边到大陆做生意 一边搞台独 我对共产党最不谅解 其实也是这一点 那在搞台独的人 每天去中国大陆赚很多钱 回台湾来搞台独 我们的脸跟他不一样 因为他们叫不要脸 我们叫要脸 这场选战就是要脸跟不要脸的选战 你看那些不要脸的媒体 他们就赶快 请所有媒体之力 然后配合民进党 然后开始 希望把马英九 马锡卉的满力度 一路把他消除 一路把他消除 一直说他 哎呀 卖台呀 怎么样 就是只有这些字眼 但是 明里 的朋友 你只要看看 国际社会怎么讲就好 看美国 全世界最重要的国家 美国的态度就好 你就知道这些人 他们怕什么 因为他们心中只有嫌疾 想说这样会不会影响 蔡英文的险情 蔡英文当然 他是毫无能力 蔡英文毫无能力 连做一个logo都要抄别人 空心菜 只会抄 像鹦鹉一样 别人讲的什么 就赶快讲什么 你要叫他讲具体内容 他讲得很漂亮 哎呀 这个人民反对啊 怎么样啊 嘴巴就是盲口 人民怎么样 怎么样 那些人都很恶心 他们做什么都可以 别人都不可以 你看 哇 他们那立营的人 出来抗议 林飞环啊什么 林飞环在当兵 各位朋友 金人可以出来抗议吗 可以出来上街头吗 别人不可以 林飞环才可以 红山巾倒扁的时候 有多少金信教官出来 对不对 川便胡 后来都被发现了 通通被寄购 被调职 啊如果是立营了 没事 各位我讲的是事实啊 各位上网嘛 红山巾倒扁多少交官 有个交官 你交官陪他妈妈去 结果也被拍到了 被调职啊 我印象中还是太北高中的 各位朋友 民进党做什么都可以 立营的人干嘛都可以 立营的人 赖清德可以在 台南市议会说我主张台湾独立 蓝营的人 说一句宪法 我主张统一 这个人家周杰民啊 英雄豪杰的杰 中华民国的民 花莲县政府民政处的处长 他讲两岸未来是统一的 他下台 赖清德说我主张台湾独立 没事 各位台湾完全是个不公平的社会啊 我讲这东西我都欢迎大家上网 说 我只要拼一个人的名字 怕你写错嘛 所以我都会拼说 他是哪一个 英雄豪杰的杰嘛 我这样讲你如果去 搜寻就有了 我这个就在 在拜托就说 你如果不相信我的话 你就去搜寻嘛 一个言论自由的社会 你可以主张 独立 我为什么不能主张统一 没有没有 你统一 你就卖台 所以你要下台 民政处长就下台啊 各位 民进党是台湾最丑陋 最邪恶的党 他们做什么都可以啊 马锡惠的消息出来 第一天 蔡英文吓得 惊慌失措 第二天呢 哎呀 如果那个我也不排除 要去菜席会 别人都可以 他不可以 各位 那你又反对马锡惠 自己又要去菜席会 有何不同 我会不同 我跟马锡惠 最大不同是民主 你拿到什么民主 民进党是台湾最丑陋 最邪恶 最让人看不起的 垃圾政党 为什么 民进党 最没有的就是民主啊 我看很多学者出来讲 哎呀 说民主军部长怎么样 尤其陈方明教授 我素来看不起的 我很看不起陈方明教授 每天假装自己是文学什么 笑死人了 他过去用话评怎么修理陈应征 作家陈应征用话评 哇讲得好像 然后现在好像哎呀就过去了 这段过程 有时间我就拿出来讲 然后每天在政大讲说自己 哎呀 怎么样怎么样 但是我讲哦 民主最最基本的是什么 各位 台湾社会 或者世界社会 民主 他最基本就是 你如果用选举来讲 少数服从多数 因为我们前世界 前国 前台湾 或者我们前乡 前村 我们不可能每个人的意见都一样 对不对 那意见不一样时候怎么 我们来协调 协调还是不一样怎么 就来表决嘛 少数服从多数嘛 不然永远没解嘛 这就是民主 最基本的运作方式嘛 那你说台湾谁是最好领导人 那你说蔡英文 我说马航九 那最后怎么 怎么来解决 投票嘛 投票以后马航九 够办数 蔡英文说够办数不算 我选上才算 所以他们走上街头 马航九你要接受人民领导 选输的人就变成人民了 这个叫什么 这个叫无耻啊 选输了就变成人民 要选赢的人接受他领导 在立法院呢 国民党够办数 他们不敢表决 表决输嘛 所以他们占领主席台 让你连表决都没有 这个叫民主吗 这是个无耻的党 有一个让人看不起的 党主席在领导 各位 我小总讲的是 民主的基本道理耶 民主自由 我们全世界的理解 大家都是这样 没有人不一样啊 可是民主进步党 他可以说 我只要选几 我 我选赢了 才可以叫做民主 我选输了 通通不算 天下有什么无耻 无赖 不要脸的党吗 各位 我讲的就是 现在台湾社会的情况 有哪个人有办法缓驳我 你说国民党 那个不平 那多数暴力 在议会本来就是以多数为主啊 什么叫多数暴力 议会本来就以多数 全世界的议会不是以多数为主 但是我们台湾社会 是以少数为主啊 民进党要怎么样就怎么样啊 那我们这个叫民主的议会吗 然后你发现表决会输 就不给人家讲话 就说你那个 哎呀 你违背人民的意志 人民的意志 人民的意志 我选票比较多啊 什么叫人民意志 人民投我们来当民意代表 我们习次比较多啊 这个和 和不民主有任何关系吗 你如果看 台湾现在社会这个情况 就是一个输不起的政党 然后每天 要把台湾 把他拉下来 不能让台湾好 台湾好就是国民党执政好 就是马航九好 所以我宁愿让台湾坏 坏到每个人说 我薪水不涨 房屋太高 什么样 每个人就在那边骂东骂西 大家写很不凡 不凡最后 毛头指向谁 指向执政者 马航九 那你们要指向马航九 你们得选他呢 你们这么多人民 为什么不给他做事啊 为什么不给他做事 他说 你做事就是卖台 怎么卖台呢 我做的事是怎么样 我做的是两岸直行啊 观光客要来啊 今年观光客会破一千万 各位看现在 这几天 除了马锡会之外 全台湾最热闹的新闻是什么 大家都参加里展 在抢购 抢购餐厅 你知道台北 高雄 高雄的汉来 高雄汉来在台北开分店 一餐 他已经是便宜的 一餐九百多块 还要加一层就是了 大概九百五啊 我印象中 还加一层 他已经是 在这些吃的里面是便宜的 他才开了第一天 被钉到什么 钉到 你打电话去 那个小姐跟你讲 明年二月 之前的我们都被钉光了 明年二月 全部被钉光了 汉来 各位知道汉来有个帮 叫汉来帮吧 全部是民进党的高官 在那边应酬啊 东汉的汉 西汉的汉 来来的来 请各位上网 汉来帮有哪些成员 全部是民进党啊 李展 李展在卖什么 机票 卖吃的 因为五星级饭店嘛 巴费 现在一克大概 普通的大概 一万二 一万五啊 一千五啊 各位上网看 真的是 一克一千五 大家抢到 不手软 排不到 还在那边骂 我看 我们是 我们都不一定都吃得起 我们是说有好朋友来 难得 譬如说你从金门 或从国外回来 我们带你好好去吃一顿 一千五了 我们才舍 我们自己平常哪舍得吃 小总平常吃什么 我都尽量不超过一百块 各位也很清楚 但是 每个人 每天都在抢购这个 抢购那个 然后说 日子过不下去了 一餐只能吃一千五 各位 你不要笑死自己 好不好 每天骂忙 你日子就觉得比较好过 你所有的不幸 因为你买不到票 买不到餐件 买不到一千五的餐件 这样也可以吗 等一下回来 我们讲其他相关话题 好懂 天气 今天会变人 听我节目的 有很多长辈 或者你家里有长辈 请务必 叮咛一下 不要忍到 那如果还没有去打疫苗 流感疫苗 因为 我们的老人是免费的 所以拜托你就跟他打 你不要看有些媒体去夸大 说 谁打了疫苗 就怎么样怎么样 会 全世界都会 我小总 我从来不跟 不乱讲话 非常少数的人打疫苗 会过敏 这是事实 全世界都一样 但是很多人不打疫苗 因为流感就够事了 我们在 生活里面 在世界 在治理国家 在处理家庭 家事方面 很多事情 你要看他的 亲重 你家里有一笔钱 你是要先换冰箱 还是要先换 你的车辆 还是你要去买一套音响 你要自己要去选择 冰箱坏了 你东西不能放 冰箱当然比较重要 音响 音响你说听音乐也很重要 可是跟冰箱比起来 冰箱有时候 小孩要上学 你要先买个牛奶 在里面冰 就这么回事 不冰就坏掉 他有轻重的问题 那疫苗呢 疫苗你说 你看人家报纸 把他灯那么大 有一个老人 怎么样怎么样 是 几十万里面 有一个人这样 然后就被夸大 可是他 这些打疫苗的老人里面 因为他没办法统计 因为他打了疫苗 就没有感冒 所以 他没有感冒而死 所以里面可能救活了 五百个人 三千个人 没办法统计 所以你认为说 我就没事 你看 打了疫苗说 我就没事 我好好的 是 没办法证实 可是各位朋友 小董讲的是一个常识 如果他是一个坏的东西 全世界 为什么每个先进国家 都在推动 对不对 很多事情 你不要人赢一赢 三立 以前做新闻骂我 哎呀小董 小董在节目很猖狂 说哎呀 没有工作来找我 是啊 我现在还是这样讲啊 没工作来找我 你们 你们家的子弟不工作 很可惜嘛 为什么不去工作 我说来啊 我找你去执行中心训练 出来 起薪三万乳 做水电工 要不要 不要 不要 啊你这个不做 那个不做 你要怎么 好 现在有个工作机会 长龙航空要找地勤人员 地勤人员表示说 你不要会开飞机嘛 那他里面有什么 有一般的工作人员 请大家上网去 长龙航空 他今年已经 年初 招三百个人了 现在又要招两百个人 截止日期是十一月二十三 请各位上网 找一找 到处是工作机会 不要人赢一赢嘛 今天谢谢您收听 谢谢